第152章重铸唐门的辉煌 下 年轻的穆老和此时的贝贝至少有五 六分相像 只不过他的气质更加光明 渐渐的穆老的身体完全变成了金色 一片片金色龙鳞开始从他皮肤下长出 很快就覆盖了全身 穆老的双臂在身体两侧抬起 浓烈无比的金光在空中先后变成赤金色 橙金色 黄金色 绿金色 青金色 蓝金色和紫金色 当最后的紫金色化为白金色的一瞬间 穆老哈哈一笑 紧接住 一声无比辽亮的龙鳞从他口中响起 摇身一晃 变成一条通体散发着强烈金光的白龙凭空消失 哪怕是在百里之外也能看到 在史莱克学院上空 一头巨大的白龙出现了 整个天空都在这一刻暗淡下来 一声声辽亮的龙鳞不断在空中响起 浓烈的金色光芒令他如同在金色的海洋中畅游 恐怖的气息不断向外扩散 而那浓烈的金色却比之向下 将整个海神岛笼罩其中 海神岛上的所有生物 包括魂狮和哪怕是每一只昆虫 身上都出现了淡淡的金色光芒 每个人都清晰地感觉到 那份纯粹的光明力量在洗涤住自己的身体 将自己体内的杂质排出 压缩着自身的魂力 让魂力变得更加凝练 颜绍哲的声音响彻海神岛 所有人盘膝坐下 凝神冥想尽管他的声音中充满了哽咽的味道 但在这一刻却格外威严 这是木老带给史莱克学院最后的礼物啊 众人一个个眼含热泪的盘膝坐好 在那浓郁到极致的光明气息之中运转自身魂力 只有一个人例外 那就是霍宇浩 他已经冲出了海神阁 仰天看住那空中巨大的白龙 他的内心没有震撼 有的只是无尽的悲伤 老师 老师他声嘶力竭地哭喊住 可是在这一刻 他的声音却不能丝毫传出 只是在嘴边散去 天空中 那巨大的白龙似乎也看到了他 庞大的身体轻轻地摆动了一下 一双龙眸朝着南方望去 那边正是星斗大森林的方向 又是一声嘹亮的龙音响起 恐怖的龙威竟然令天空中方圆数千里范围内的所有云雾瞬间破碎 消失 远方 星斗大森林 凶兽区 禁忌之地 一只只最强大的魂兽缓缓抬起头 目光凝重地看向北方 在禁忌之地最中心的地带 一股浓郁到极致的黑暗气息缓缓浮现出来 这股黑暗气息徐须飘入天空之中 隐隐化为龙行 也是一声龙音响起 但这一声龙音却只是持续了瞬间就消失了 黑暗气息也在瞬间散去 将整个禁忌之地笼罩在内 隔绝了那来自于光明圣龙的龙音之声 虽然他是单膝跪在地上 但这里除了他之外 就在没有任何魂兽存在 老大 你终于醒了 金发男子恭敬地说道 一个虚无缥缈的声音响起 地天 我的沉睡并没有结束 只是被这光明圣龙的气息吸引而暂时行转而已 记住 在我沉睡期间 不要去招惹那史莱克学院 地天 岂不就是玄老当初抓住帝皇瑞兽之后 只见其身不见其面的强大存在吗 此时在这里 他竟然是人形 老大 他这是在威胁我们 难道 我们还真怕了他不成 地天的眼神中充满了强悍 金光暴射之间 强横的气息四散外溢 不 一个极限斗罗 还不足以让我们星斗大森林感到恐惧 问题的关键在于 史莱克学院有连接那个地方的能力 你记住我的话就是了 我的修炼 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一万年之内 我不会再苏醒 万年后 当我重新觉醒之时 人类的统治地位即将结束 是 地天恭敬地说道 但是 在他眼底却闪过一丝狂喜之色 心中暗岛 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黑暗的气息彻底消失了 所有的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地天缓缓站起身 冷冷地看了一眼史莱克学院的方向 身上的金光也缓缓隐去 史莱克学院上空 光明圣龙满意地朝住南方点了点头 此时 整个海神岛都已经变成了金色 他万分不舍地看了一眼 下方依旧站在那里不肯冥想的霍雨昊 眼神之中流露出一丝感动 没有半分声响 那巨大的白龙瞬间化为漫天金色光点 从天而降 霍雨昊耳中响起木老的声音 孩子 就让老师最后再送你一份礼物吧 一股极致的热流 瞬间冲入霍雨昊体内 他只觉得眼前一片金色 下一刻 在极度的悲伤之中 他昏迷了过去 白龙所化的无数金色光点 全部汇集向海神阁的方向 一个巨大的金色光影就像是舒展开自己的身体一般 缓缓浮现 那是一株通体灿金色的大树 尽管只是光影 但它却在缓缓的舒展动作中 尝到百米之高 根须蔓延 寝刻间覆盖了整个海神岛 白龙的虚影 在大树上方一闪而逝 所有的光明气息也在寝刻间奔涌而去 而那大树的光影也徐徐收敛 重归海神阁 缓缓的消失不见 一切似乎都恢复了正常 但是 在这一切之中 却并不包括那位海神阁阁主 极限斗罗 龙神斗罗 史莱克学院第一强者 光明圣龙武魂的拥有者 穆朗 穆朗去了 史莱克学院的中流砥柱骤然崩溃 海神岛上 寝刻间一片悲声 浓浓的悲伤气息久久不散 当霍宇浩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已经在自己海神岛的房间之中 金木老特批 他和王东在海神阁中都有一个房间居住 此时 王东就趴在他身边 睡得很沉 但在面颊上 却依旧挂着两行泪珠 霍宇浩的身体震了震 记忆瞬间恢复 泪水也在寝刻间重新流淌而出 老师走了 老师用如此震撼的方式离去 老师 老师啊 霍宇浩的哽咽声 惊醒了沉睡中的王东 王东抬起头 看住他 两人不约而同地放声痛哭起来 足足哭了一刻中 两人的情绪才渐渐稳定下来 霍宇浩双眼红肿地跳下床 老师最后是怎么走的 王东低着头道 老师化为无数光明原力 融入到了黄金之树之中 就像他老人家自己说的那样 他并没有死 依旧会在冥冥之中注视着我们 他老人家的力量 应该是已经成为了黄金之树的一部分吧 霍宇浩精神一震 用力地点了下头 就像是溺水时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般坚定的刀 对 老师没有死 老师一定不会死 老师还活着 只不过换了一个身体而已 他猛地跪倒在地 匍匐在地面上 用力地刻了三个响头 老师 宇浩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史莱克学院是我的家 永远都是 为了史莱克学院 为了唐门 我一定拼尽全力 说完这句话 霍宇浩猛然站起身 拉住王东的手 道 王东 我们开始修炼吧 我们不能让老师失望 王东明显感觉到霍宇浩的情绪有些不对 但在这个时候 他又怎能再去刺激他呢 正因为对霍宇浩深事的了解 他才更明白霍宇浩对于亲情的重视 希望时间能够渐渐冲淡他内心的悲伤吧 王东点了点头 和霍宇浩一起坐上了床铺 浩东之力瞬间沟通 在两人体内流淌起来 可是 修炼才刚一开始 霍宇浩的泪水却再次流淌而下 也不由自主地睁开了双眼 老师 他不能不哭 因为 他清楚地感觉到 自己的玄天宫魂力已经达到了瓶颈 四十级的瓶颈 他还清楚地记得 穆老在自己昏迷前 说的那句话 是啊 这是穆老给他的最后礼物 帮助他将修为提升到四十级 如果让他自行修炼 想要达到四十级的程度 你目前的修炼速度 恐怕需要三个月到半年才能做到 而现在 在穆老最后的力量帮助下 他成功了 王东自然也感受到了霍宇浩身体的变化 沉生到 宇浩 振作点 现在我们就是在老师的注视之下 难道你想让老师为了你感到失望吗 开始修炼吧 他真的担心霍宇浩的情绪会就此崩溃 浩东之力在王东的催动下流入霍宇浩体内 开始缓慢地运转起来 霍宇浩没有再说什么 脸上带着泪痕 和王东一同修炼起来 浓浓地魂力波动 寻住他们体内经脉 悄然运转着 接下来的三个月 在所有人眼中 霍宇浩似乎疯了 而他的疯狂就体现在修炼上 三个月内 他几乎将自己所有的精力 全都倾注在了提升实力方面 甚至没有去获取自己的第四魂环 每天不是在冥想 就是在拼命地练习魂倒期制作 练习魂机的使用 以及唐门绝学 一天之中也说不了几句话 似乎说话都会耽误他的修炼式的 第153章 大被同眠的道别上 这种状态的霍宇浩 令所有人都很担心 玄老甚至曾经亲自 跟随了他一段时间 玄老发现 霍宇浩的内心 仿佛有所封闭似的 已经完全沉浸在自己 那个疯狂的修炼状态之中 但是不可否认 在这个状态下的霍宇浩 各方面的提升速度是惊人的 他变得冷静 甚至是冷酷 对待自己的身体 就像是对待一箭浑倒期一般 持续不断地雕琢 苦修 几乎所有老师最经常 对他说的话 就是叮嘱他要休息 可他却依然如故 恨不得一天12个时辰 每一秒钟都在刻苦拼搏 谁的劝说都听不进去 无数金光闪过 面前一块岩石 被骤然丝地粉碎 霍宇浩有些 木然地收起手中魂倒气 成功了 这是他试制成功的 第一件六级魂倒气 尽管在使用的时候 需要以命运之眼 提升精神力进行操控 更是会将他自身超过一半的魂力抽空 但他还是成功了 霍宇浩 玄老的声音响起 霍宇浩下意识地脚步停顿了一下 转过身 有些木然而冷静地看住玄老 恭敬地道 玄老 玄老沉声道 你跟我到海神阁来 霍宇浩呆了一下 道 可是 我还要修炼 今天还有十二项修炼没有完成 玄老怒道 这是命令 你以为你这样就能完成木老的心愿了吗 三个月了 你已经整整封了三个月 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 不但木老的心愿你完成不了 更是会令自己的身体与精神同时崩溃 难道你想让我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吗 而且 对你来说 从现在开始 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了 不能再继续这样修炼下去 霍宇浩的身体轻微地晃动了一下 转身就走 嘴里喃喃地说道 我要去修炼 我要去修炼 一边说着 脚下步伐也在加快 玄老眼中闪过一丝痛惜 这孩子 真是至情至性啊 他嘴里虽然是在痛迟住霍宇浩 但心中又怎能不心疼了 他为木老感到骄傲 更羡慕木老能有这么一个好弟子 身形一闪 玄老如同闪电般来到霍宇浩身后 抬手向他抓去 以玄老的修为 针对霍宇浩 实力绝对是碾压式的 但是 霍宇浩居然在一刹那间就反应过来 他的脚下猛地向前一滑 与此同时 一层强烈的白光从身上亮起 将身体完全护住 以左脚脚尖为轴心 整个人如同陀螺一般瞬间就转了过来 暗金孔爪化为五米长的巨爪光影直奔玄老拍了过来 战斗 似乎已经完全成为了他的本能 同样是暗金孔爪 和一年多前相比 已经有了质的变化 暗金孔爪变得凝实了太多 简直就像是实体一般 更可怕的是 在这暗金孔爪上 直接覆盖了一层钻石冰晶 也就是说 霍宇浩已经彻底将暗金孔爪 与冰地之敖结合在了一起 要知道 这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魂迹 一个来自于魂环 一个来自于魂骨 一个极致之冰 一个金属 如果只是实体状态下 那尺长的暗金孔爪 附加上冰地之敖 还不算困难 但在这完全版的暗金孔爪能量上 附加上冰地之敖的威能 那就完全是质的变化了 而这一切 都是在木老的指点下完成的 虽然现在的霍宇浩 修为才刚刚跨入四环魂宗的门槛 但是 在史莱克七怪之中 一对一的情况下 就算贝贝施展光明圣龙的力量 徐三十的玄武觉醒 最多也就是能压制他 却无法完全战胜他 这还是在他不使用魂倒气的情况下 要知道 贝贝和徐三十都已经是魂王了 以他们各自觉醒的力量 已经可以和低阶魂帝媲美 而就在霍宇浩完成了 刚刚那个实验之后 他已经可以说 勉强跨入了六级魂导师的门槛 那本来就是等同于魂帝的存在了 一旦霍宇浩再获得第四魂环 那么 在目前的史莱克七怪之中 他的实力就足以和贝贝 徐三十并列 凌驾于其他四人之上 哪怕是王东 都要略逊一筹 双系同修的优势 也正在一点一滴的显现出来 面对如此强悍的暗精孔爪 玄老冷哼一声 肩头轻轻一晃 一层黄色光芒 顿时从他身上扩散而出 当那层黄光出现的时候 光芒本身似乎是在高频震荡 以至于连玄老的身体 都显得虚幻了 暗精孔爪拍在这层扩散的黄光之上 顿时产生出刺耳的切割声 霍宇浩此时也已经反应过来 赶忙撤去魂力 暗精孔爪的庞大爪影瞬间消失 玄老右手向前一探 切在了他的颈侧 冰皇护体虽然也在瞬间出现了 但玄老何等修为 对力量的把握可以说 已经达到了极致 掌上蕴含的力道 依旧令霍宇浩直接软倒 玄老右手一抓 将他拉扯过来 扛在自己的肩膀上 轻叹一声 自言自语地道 这个小家伙必须要好好地歇歇了 这三个月来 真是苦了他了 片刻之后 玄老已经带着霍宇浩 回到了海神阁之中 虽然他已经接替了 海神阁阁主的位子 但却并没有入住 木老原来的房间 而是依旧住在自己那里 玄老的房间中 还有两个人 正是翻语 和菜头 和菜头的身材 更加健壮了 那一身强悍的肌肉 简直就像是 混倒戏副院长前多多的翻版 有黑的皮肤 散发着健康的光泽 虽然他的相貌 依旧是憨憨的 但整个人的气质 却要比一年多前 沉稳了许多 尤其是眼神 明显变得深邃了 这一年多以来 他付出的努力 并不比霍宇浩少多少 而且也渐渐找到了 属于自己的路 而这条路也造就了 他未来拥有了 毁灭之源这个称号 玄老将霍宇浩 放在自己的床上 给他吃了一些 安神的药物 翻语恭敬的道 玄老 宇浩他的情况怎么样 玄老道 他这根弦绷得太紧了 木老的死对他刺激很大 不过 我相信他能够撑过来 三个月了 他一直在依靠 修炼麻痹自己 让他好好歇歇吧 三天后 你们就将启程 少哲会亲自护送 你们到天魂帝国 西江的枫叶城 与日月皇家魂导师 学院的人进行交接 翻语 你肩头的任务很重啊 翻语道 玄老 真的不让羽浩 先将魂环提升上去吗 玄老淡然一笑 道 低调一些的好 魂环提升不及于一时 让对手轻视他们 在那边 他们才更容易学到东西 多看 多学 少说 少做 你要牢记这八个字 能否接触到那边的核心知识 就看你们的了 翻语点了点头 道 我明白了 此行三年 如果遇到特别合适的魂兽 我会为他考虑附加魂环 否则就这样压制着他们的魂环提升 以蒙蔽对手 玄老道 明德堂会和我们一样 为了双方都能接触到一些核心知识 我们开放内院 他们自然也要开放明德堂 但他们或许不会在教学方面掐你们 但却一定会刻意教授一些你们很难明白的高深知识 就算你们无法完全理解 也要尽量记录下来 好好研究 你一定会成为他们重点地方对象 怎样掩护好菜头和羽浩 是你最重要的责任 是 玄老看了一眼床上的货雨号 沉声道 穆老离世的消息早已传出 以至于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又改变了主意 最终商谈后决定在枫叶城交换学员 并且在下一届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开赛前三个月前交换回来 地点也在枫叶城 相对来说 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还是有诚意的 他们也急于在魂师方面有所突破 毕竟 相比于我们 他们更急于拥有一名十级魂导师 此行双方各派出十名学员 在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派来的学员之中 必定包括校红尘和孟红尘兄妹 而在我们学院派出的人员中 当初穆老答应他们包括霍雨号在内 我们派出的人选中 其他八人的屏障作用要做好 菜头 你要尽可能地在明德堂发挥 吸引明德堂的注意力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和菜头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道 选老 我明白其他八人是为了我和雨昊打掩护 而我则是雨昊的第二层掩护 他低调 我的表现要高调 选老满意地点了点头 道 好了 你们先回去准备吧 三天内 我一定还一个身心正常的霍雨号给你们 是 翻语答应一声 但看着霍雨号的目光却依旧有些担忧 三天时间 真的能够让他精神恢复吗 这三个月来 霍雨号有多么拼命修炼 他都看在眼中 这孩子的内心实际上很脆弱 木老的死对他打击太大了 翻语带着和菜头离开了 房间中就剩下玄老和霍雨号两个人 第153章大被同眠的道别中 玄老在一旁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静静地看着面前的霍雨号 脸上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傻孩子 连老夫也拗不过你这份知足啊 看来只能早一些让你知道了 三天时间一晃而过 王东坐在自己的房间中有些落寞 虽然他还没有正式成为史莱克学院内院弟子 但是他却一直都留在海神岛上修炼 他的指导老师也从木老变成了玄老 和萧萧一起按玄老的意思 下一学年开学之时 他就可以接受内院考核 正式进入内院了 萧萧也是一样 毕竟他们都已经是魂宗级别的强者 在木老 玄老的调教下 要是还无法通过内院考核 那两位超级堕罗的心血 岂不是白费了 雨号就要走了吗 王东心中泛起一丝苦涩 这三个月以来 他对霍雨号的变化感受是最为深切的 他就像是完全封闭了自己的内心一样 除了每天晚上两人联手修炼的时间以外 王东根本就看不到霍雨号 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了 他能够明显感觉到霍雨号精神状态越来越紧绷 如果不是霍雨号本身的精神力相当强大 恐怕早就受不了了吧 他的心弦崩得实在是太紧 太紧了 王东也曾尝试着去劝慰他 可他却根本听不进去 说得多了 他就默默的流泪 口中喃喃的呼唤住老十二字 但王东也不得不承认 在这三个月的苦修之中 霍雨号的实力只能用突飞猛进来形容 木老帮助他将魂力提升到四十级 他的修为已经进入瓶颈状态 必须要等到获得第四魂环才能继续突破 但这却并不影响他的修炼 积累 王东很清楚 至少现在 霍雨号在各方面的能力都已经全面超越了自己 虽然以前也是这样 但那时候至少他是强攻系战魂师 而霍雨号更偏向于控制 但现在霍雨号在强攻方面也是极其霸道 真的交手 王东认为自己连三成机会都没有 当然 这是包括霍雨号使用魂倒器的前提下 一年多以来 王东自身的实力也有着值得飞跃啊 听说 他明天就要走了 玄老将他带走已经是三天时间 他真的能够恢复心态吗 这一分别 就是接近三年的时间啊 一想到这里 王东不禁明警嘴唇 粉蓝色的大眼睛中眼波流转 释放着浓浓的不舍 莫老去世 他也很痛苦 可和霍雨号相比 他却要理智得多 毕竟 他过往的生活环境和霍雨号并不一样 没有霍雨号对亲情那么的渴望 可是 他和霍雨号之间的这份感情 却在这几年以来建立得无比深刻 王东也曾向玄老提出过 自己和霍雨号一同前往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 但是 却被玄老言辞拒绝了 原因很简单 他们两人都是莫老的关门弟子 必须有一个要留在学院 这是为了事有万一的考虑 如果霍雨号出了偏差 至少还有他留在史莱克学院 王东和萧萧在天赋上 虽然比霍雨号略微逊色一些 但也都是双生五魂的天才啊 有他们二人留在学院 总能为学院的未来保留一份重要火种 更何况 王东本来就不是修炼魂倒气的 喷 喷 喷 敲门声突然响起 将王东从思绪中拉回 谁啊 一边问着 王东站起身向房门走去 是我 无比熟悉的声音在门外响起 听到这个声音 王东的脚步先是停顿了一下 紧接住立刻如同飞野时的扑到门前 一把拉开了房门 站在门外的 可不正是霍雨号吗 黑色短发显得十分利落 一双眼眸清澈而深邃 三个月来那份迷惘 执着的悲伤竟然已是荡然无存 正是因为对他实在是太熟悉了 王东才更能清晰地感受到 他此刻身上出现的变化 不由得目瞪口呆的道 你这是原地复活了吗 霍雨号呵呵一笑 道 算是吧 王东眨了眨眼睛 怎么做到的 霍雨号很自然地回答道 当然是玄老的开解了 我已经想通了 人死不能复生 如果我再继续保持这种状态 恐怕老师的期望还没有完成 我自己的精神就先要崩溃了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老师九泉之下也无法瞑目啊 王东瞪大了眼睛 悠和 你这会儿怎么想得这么明白了 我都劝了你三个月 你也没有半点反应啊 越说他越是气节 忍不住一把抓住霍雨号的前经 将他从门外拉了进来 然后用力地关上了房门 霍雨号苦笑道 温柔点 马上就要分别了 你还不给我多留点好印象吗 听到分别二字 王东的身体猛然一震 是啊 他明天就要走了 尤其是在他精神分明已经恢复了的情况下 更是一定会走 你 你是来向我告别的 王东的声音中多了一丝颤抖 霍雨号轻轻地点了点头 一把搂过他的肩膀走到房间内部 明天我就要走了 这次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之行 可谓是任重道远 在我身上肩负了学院重要的使命 一共要去两年半 在此期间我恐怕是不能回来了 王东有些冲动地道 我再去找找玄老 我一定要跟你一起去 咱们两个有五魂融合计啊 有四个呢 有我陪在你身边 你绝对会更加安全 霍雨号一把拉住就要冲出去的王东 向他摇了摇头道 没用的 玄老已经决定的事情又怎会改变 你根本就不喜欢魂导器 到那边只会影响你的修炼 两年半一转眼就过去了 而且 我们在同龄人之中 虽然可以算是出类拔萃的 但在真正的强者面前 却还什么都不是 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 就算是以魂导师为主 也一定不缺乏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 难道你认为就凭咱俩现在的实力 就能够和那些顶尖强者相比了吗 你去了 只会耽误你自己 留下才是最好的选择 而且有你留在学院 也能更好地监督 孟红尘和孝红尘 在咱们学院的学习情况 三年之后 他们就是我们在全大陆 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最大的对手 运气不可能总是站在我们一边 上一届大赛 他们就已经是五环级别的强者了 再次碰上 他们一定会带给我们更多的麻烦 王东握紧双拳 可是两年半 我霍宇浩微微一笑 依旧搂着他的肩膀道 王东 我发现这一年多来 你可是越来越女性化了 舍不得我吗 滚 你猜女性化 王东一把拍开他的手掌 哼了一声 道 我只是觉得 你跑到一个魂导师学院两年半的时间 两年半之后 岂不是要被我落下很远 本来你的修炼速度就慢 再没有我和你一起修炼 岂不是更要慢上加慢了吗 霍宇浩道 行了 别装了 舍不得就是舍不得嘛 找什么借口 我也舍不得你啊 霍宇浩这一句 我也舍不得瞬间碰触到了 王东内心之中最柔软的地方 他的眼圈顿时红了起来 猛的一把抱住霍宇浩 抱得很紧 很紧 霍宇浩下意识地反手抱住他 他惊讶地发现 王东的身体和以前相比似乎更加温软了 两人已经有很久没有施展五魂融合剂 所以霍宇浩也有很长时间没有在抱王东的经历 他此时只觉得王东那温温软软的身体抱在怀中分外舒服 一种有些古怪的情绪不禁在心中蔓延 不对啊 我是喜欢女人的 在霍宇浩的脑海中 一个窈窍身影悄然浮现出来 尽管已经过去了快两年的时间 他却始终无法忘记那个身影带给他的经验 那就是他和王东在施展五魂融合剂光至霓裳时 幻化而出的绝色女子 那女子和王东的相貌有些相像 但却好美 好美 自从那一次见到之后 霍宇浩和当时台下的绝大多数观众一样 在他心中已经深深地烙印上了那道身影 说是梦中情人也不为过 宇浩 咱们认识多久了 王东有些忧怨的声音响起 霍宇浩下意识地回答道 快三年了吧 如果我们还在外院的话 今年放假结束之后 我们就要进入外院四年级了 王东轻轻地点了点头 却并没有放松怀抱的意思 是啊 三年了 在这三年时间里 除了每年放假我会回家之外 我们几乎每天都在一起 你这一走 就是两年半的时间 两年半之后 我们还会像现在这样吗 霍宇浩微笑道 像现在这样抱着 你 王东猛然松开双臂 一把将他推开 恼怒道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 霍宇浩看住他那还带着泪珠的面庞 心头同时也是一阵 王东 无论什么时候 我们的兄弟之情都不会改变 两年半也好 二十年也罢 一日为兄弟 一生为兄弟 能够成为彼此五魂融合剂的搭档 这是上天赐予我们的缘分 注定我们兄弟在一生之中 命运都会交织在一起 第153章大被同眠的道别下 王东认真地看住他 似乎在想着什么 又似乎在犹豫住什么 却出奇地没有接下他的话茬 霍宇浩看了看窗外的天色 道 时间也不走了 早点休息吧 明天一大早我就要上路了 今天晚上我们也别修炼了 我就在你这里睡一晚吧 咱们兄弟已经好久没有躺在一起睡一睡了 王东脸一红 谁跟你躺在一起睡一睡 赶快滚蛋 霍宇浩哈哈一笑 道 得了吧你 早都不知道睡过多少次了 反正我就赖着不走了 有本事你睡地板 一边说着 他已经一个纵月扑到了王东床上 然后踢掉了自己的鞋 扯掉外衣就躺在了上面 王东看住他那一脸无赖的样子 不禁又好气 又好笑 你怎么这么无耻 霍宇浩道 难道你不想和我抵足而眠吗 现在我还记得咱俩第一次睡在一起的样子呢 你这家伙 这么多年 杰痞一直都没变过 王东白了他一眼 道 我的杰痞对你有用吗 你什么时候尊重过我的杰痞了 啊 我一直都很尊重你啊 来吧 给你留一半的地方 一边说着 霍宇浩还往里面挪了挪 拍了拍身边的床榻 王东的脸很红 只不过此时外面已是夜色弥漫 房间内的光线也并不强烈 所以霍宇浩并没有太注意到 他先转身去关了那盏霍宇浩亲手做的一级混倒气台灯 然后才脱掉外衣 走回床前躺了下来 霍宇浩脚尖一条 被子就盖在了两人身上 你干嘛 王东像是受惊的小鹿一般猛地坐起 还有被子呢 我再去拿一床 霍宇浩一拉他肩膀 将他重新按在床上 把被子也顺手拉上 道 行了 你就别那么多臭毛病了 凑合一晚 明天早上我就要走了 这一别就是两年半 今晚咱哥俩就大背同眠 好好地说话话吧 好不好 房间内已经完全按了下来 两人并排躺在一张单人床上 身体完全没有接触 明显是不可能的 霍宇浩感觉到王东的身体有些僵硬 但在听了他这句话之后 似乎开始软化了 也没有再坚持去再拿一床被子 王东 你也过了十四岁生日吧 对不起啊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发疯 都没能为你好好过个生日 王东的生日正是在这三个月时间里 王东没好气得到 亏你还记得啊 是大师兄他们帮我过的呢 大师兄 二师兄 三师兄 四师姐 五师姐都到了 就缺了你这个修炼狂人 自从徐三十和江南南 也加入了唐门之后 史莱克七怪之间的称呼 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为了称呼更统一 在贝贝的提议下 就按照年龄排列了顺序 大师兄自然是贝贝 二师兄就是年龄仅次于他的和菜头了 三师兄是徐三十 和他的名字倒是很配 四师姐自然是江南南 萧萧成了五师姐 而贝宇浩和王东年龄最小 排在了最后两位 贝宇浩是老六 王东则是最小的一个 那你想要什么生日礼物 贝宇浩歉疚地问道 王东本想摇头 但又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事的 道 我要的你就一定给我嘛 贝宇浩失笑道 当然是我能做到的才行啊 王东转过身 面对着他 两人几乎是呼吸可闻 王东身上的味道很好闻 特别的清爽 还带着一种小孩子身上 才会有的清淡奶香味儿 就连呼吸都是这种味道 相对来说 贝宇浩身上的男人味 就要浓重一些 竟是青春的气息 王东道 当然是你能做到的 宇浩 等你两年半之后回来 也差不多快十七岁了 年龄不算小了 到时候 你只要答应我一件事 就算是你今年 送给我的生日礼物了 贝宇浩呵呵一笑 道 你怎么还神神秘秘的 还打算那么久才实现啊 王东嘿嘿一笑 脚霞的道 省得你把我忘了 哦 不行 一件太亏了 我十五岁 十六岁生日 你都会错过的 三个生日 正好是三件事 你放心 我到时候让你做的 你肯定都能做得到 赶快的 拉钩 一边说着 他已经把右手伸了出来 小指在货宇浩前面晃啊晃的 虽然房间中已经很暗 但他相信以货宇浩临谋的势力 是一定能看得到的 货宇浩有些好笑的道 你这是典型的强买强卖啊 我还没答应啊 王东倔强的道 那你答不答应 这一分别就是两年半 我都不嫌弃你臭 让你睡到我床上啊 这么小小的要求 难道你还不答应吗 说到这里 他不禁觉得自己脸上 似乎更是有些发烫啊 货宇浩心中意软 道 好 我答应你 咱们兄弟是啥关系 别说是三件事 就是三十件 三百件我也答应你 行了吧 王东顿时大喜过望 拉钩 霍宇浩只得无奈地从被窝里 想要伸出右手和他拉钩 但两人的距离实在太近 他的手那面碰到了王东身上 触感很柔软 但又很有弹性 王东被碰到后 立刻身体后缩 嘴里还发出一声惊呼 怒道 你小心点 霍宇浩撇了撇嘴 道 你这胸肌不怎么样吗 软塌塌的 你看看哥 那才叫坚硬如铁 你放屁 王东大怒 翻身就要坐起来 却立刻又被霍宇浩扒拉回了床上 别闹 你不是要拉钩吗 过会儿我可就不承认了 王东似乎很在意霍宇浩承诺的这三件事 强忍住想要痛扁他的冲动 勉强伸出手和他拉拉拉 记得你已经答应我了 无论多长时间 都不能忘记 知道吗 王东语气蛮横地强调道 好了 知道了 你说你也十四岁了 怎么还跟着小孩子似的 又是拉钩 又是闹腾的 你也学学歌 你看歌多沉稳 霍宇浩忍不住又自吹自擂起来 王东将双手枕在脑后 不屑地道 还沉稳呢 一点挫折就让你险些崩溃 也不知道是谁发了三个月的疯 对了 我问你 玄老究竟跟你说了些什么 让你的情绪恢复了正常 我才不相信他老人家 只是劝说就能说动你这头将驴呢 霍宇浩闭口不言 王东翻身侧卧 快说 不然我可要上演全武行了 霍宇浩哼了一声 道 怕你不成 打得赢我 我就告诉你 王东却没有真动手 如此近距离情况下 他想打赢霍宇浩 无异于痴人说梦 索性一翻身重新躺了下来 不说拉倒 房间内随之陷入了沉默 除了两人的呼吸声之外 再没有其他声音 但他们却都知道对方并没有睡 离别的愁绪在空气中悄然弥漫 宇浩 王东突然叫道 嗯 王东的声音略微有些哽咽和沙哑 我改变主意了 你答应我的三件事要先做一件 做什么 霍宇浩的声音也并不完全平静 王东道 在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期间 一切以自己身体为重 不要再这么拼了 无论老师和学院对你有多么大的期望 你都还只有14岁啊 你已经成熟了太多太多 再这样下去 你真的要崩溃了 霍宇浩沉默了片刻 才叹息一声道 王东 你知道的 到了我们现在这种情况 根本不能后退 为了培养我们 学院付出的可不只是金钱 这两年来 魂导系所有资源 几乎全部向我和二师兄倾斜 五魂系这边更有老师的指点 你忘了吗 老师说过 大陆很快就要不平静了 原来我还并不相信这个世界有命运存在 但随着我拥有了命运之眼 我渐渐信了 你 我 萧萧 我们同时出现三个三生五魂 按照老师的说法 本来就是应运而生啊 在这种情况下 难道我们能够逃避吗 如果我们真的逃避了 那么 这一生就只能庸庸碌碌 那不是我想要的 这几年以来 我报仇的心思从未改变 但也不像最初时那样冲动了 至少我明白了 报仇不能株连的道理 归根结底 我的仇人只有两个 一个是那位公爵妇人 另一个 就是我的亲生父亲 白虎公爵 老师说过 人性本善 我相信这一点 戴华斌固然有错 但她是公爵夫人教出来的 我现在依然想要报复她 但却已经不想杀她了 毕竟 她和戴耀横身上 都有着和我相近的血脉 老师走了 你知道为什么我那么伤心吗 因为在我心中 老师就像是父亲一般 从小到大 我都多么希望 父亲能教授我做人的道理啊 是老师 教导了我这些 将我内心的偏激彻底化解 是老师 为我振兴 是老师 纯纯教诲 你放心吧 以后我不会再那么拼命了 我会尽量掌握好努力的度 十四岁 我们已经不再是孩子 而是真正的少年 我会努力的 你也要努力 可千万不要被我落下太远啊 王东静静地聆听着霍宇浩的心声 他的内心有震撼 更有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感受 霍宇浩真的长大了 他变了 变得理智 甚至是睿智 一夜 就在静默中渐渐度过 霍宇浩和王东 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 他们只记得 这一夜他们聊了很多 很多 第154章 我走了 不许哭 当王东从睡梦中清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日上三干 昨天睡得晚了 但是他却睡得格外香甜 已经不知道有多长时间 晚上是在修炼中度过的了 睡这么一觉 他只觉得全身酥软 那份懒懒的舒爽 实在是太美好了 多想就这么在床上赖一天啊 等等 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原本的舒爽 瞬间化为激烈的情绪 令王东弹身而起 床上只有他一个人 内侧的床榻上早已空荡 一张纸片静静地躺在那里 王东急切地抓起纸片 上面写着一行字 我走了 不许哭 等我回来 这个混蛋 王东飞也试地 从床上跳下来 披上外衣 甚至还来不及系好扣子 就推开窗户猛地跃了出去 湛蓝色的双翼在背后展开 金黄色的栗子 在阳光的照耀下 散发着光明的色彩 斥意用力拍动 王东的身体 已经如同箭矢一般 朝学院大门而去 霍宇浩的心很静 脸上还带着一丝淡淡的微笑 此时 虽然尚未拥有第四个魂环 但四十级魂力的他 已经可以使用魂倒飞行器了 清晨 王东睡得很沉 他没有叫醒他 他很怕那种离别时的悲伤 这样不是挺好吗 昨晚已经向他道别了一个晚上 史莱克七怪中的其他四人 为他与何菜头送了行 大家都很奇怪 为什么王东没有来送 霍宇浩只是笑着说 王东在宿舍哭呢 回首看了一眼 早已不见踪影的史莱克学院方向 霍宇浩心中暗暗说道 史莱克 我走了 王东 我走了 放心吧 我会记得 我还欠你两件事 十一岁来到史莱克学院 现在的他已经年满十四 短短三年时间 他整个人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回首过往三年的一切 霍宇浩自己心中都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感觉 未来的两年半呢 又会怎样 两年半之后 当自己从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归来之时 又会有怎样的变化呢 这一切都是未知数 此次前往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 哪怕不是穆老当初一定要派他去 他也会尽量争取前往的 越是学习魂导器知识 霍宇浩就对魂导器越感兴趣 而且 他也能够明显感受到史莱克学院 在魂导器方面和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之间的差距 至少他可以肯定 当初那柄令马小桃自身武魂出现变异的审判之件 就是史莱克学院所有老师们合力也打造不出来的 这份差距不只是体现在珍稀资源上 更重要的是魂导器的理念以及研究的积累 同样是学习魂导器制作 霍宇浩和菜头却选择了不同的方向 霍宇浩更注重于静体魂导器 以及身体操控的各种魂导器制作 而和菜头的研究方向则倾向于定装魂导器 尤其是高级定装魂导炮弹的制作 当初从星光拍卖场拍卖得来的那些定装魂导炮弹 有着不小的作用 穆老曾经说过 以他当年潜入日月帝国的查探 至少在以千年计算的时间内 魂力最大的魂导器必然是定装魂导炮弹 因为唯有定装魂导炮弹 在不计较体积大小的情况下 才能融入更多的核心法阵 不受局限地使用更好的材料 当和菜头发现自己在魂导器方面的天赋 和霍宇浩相比有所不及之后 果断地做出了选择 与其将精力放在大面上 不如专注于一点 倾注全力去攻坚 而霍宇浩也在和菜头做出了选择后 放弃了学习定装魂导器制作 使兄弟二人各责目标 在超过一年半的时间里 霍宇浩和菜头的极限单兵计划 已经可以算是有所小成 这份成就不只是在修为上 更是在各方面的知识 当然 因为学得太多 他们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消化 按照史莱克学院魂导系高层的计划 月月皇家魂导师学院 这两年半的学习时间 就是他们将所学融会贯通的蜕变时间 此行领队者正是史莱克学院 五魂系院长颜少哲 除了和菜头和番语老师之外 还有八名史莱克学院魂导系的内院高层生 尽管魂导系内院弟子 远不能和五魂系内院弟子相比 但能够被魂导系培养出来 他们也都有着不可多得的地方 而且 史莱克学院魂导系学院 可都是曾经在五魂系学习过的 能够考上史莱克学院 就意味住他们的五魂并不平庸 此次入选的魂导系内院弟子 全都有魂王以上的修为 以及五级魂导师以上的能力 哪怕是放在日月帝国 也都是相当不错的人才 当然 同样是五级魂导师 史莱克学院出来的五级魂导师 肯定不能和日月皇家魂导师 学院培养出来的五级魂导师相比 霍宇浩 和菜头二人飞在队尾和菜头胸口上 赫然是一枚六级魂导师徽章 魂导师徽章按照等级不同也有区别 形状都是八角形样式 一到三级的魂导师徽章为水蓝色 上面以钻石雕筑而成的星星区别等级 四到六级的徽章颜色则变为紫色 七级和八级徽章颜色为黑色 九级为红色 至于十级 因为从未有过十级魂导师出现 所以直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十级魂导师徽章 霍宇浩胸口上的徽章就还是蓝色的 上面有三颗钻石星星 而和菜头胸口上 却是紫色 六颗钻石星星在魂导师眼中 这可是天差地远的差距 只有和菜头自己心里明白 论魂导器制作 除了定装魂导器以外 霍宇浩在其他方面都不比他差 甚至有有过之 只不过魂力有所欠缺而已 他身上有几件魂导器 还是霍宇浩做的呢 不过 就在一个月前 和菜头成功突破了五十级魂力 并且获得了自己的第五魂环 正式成为了一名魂王 他这六级魂导师等级 可是实打实的 以霍宇浩现在的三个魂环 配上三级魂导师倒也是相得一张 不于被识破 毕竟 魂导师虽然也有月级的存在 但一般来说 魂力等级和魂导师等级 还是直接挂钩的 史莱克学院位于天魂帝国东南部 枫叶城则在天魂帝国西南部 西江边陲 继续往西就是日月帝国境内了 这一路飞行的距离 相当于从史莱克城 到新罗帝国首都新罗城的两倍 鉴于学员们的魂力 飞行一个时辰 就必须休息一会儿 严少哲并没有像玄老那样带人飞行 直到下午 他们才抵达目的地 枫叶城乃是边陲大城 虽然新罗帝国是日月帝国 针对的首要目标 但天魂帝国西江 也是全境与日月帝国接壤啊 枫叶城本身就是天魂帝国西江大军的 重要部级城市 同时也是边境的重要贸易城市 虽然没有史莱克城那么繁华 但规模大小却是毫不逊色 进入城内 严少哲带着一众学员 先找了个酒店住了下来 叮嘱学员们好好休息 那八名来自于内院的学员们 彼此之间都很熟悉 和菜头和霍宇号年纪较小 而且自从决定让他们 开始极限单兵计划之后 史莱克学员就开始有意地 对他们的一切消息进行保密 所以这些内院学长们 对他们却并不了解 只是和菜头胸口的六级混导师徽章 可是令这些学长们十分注意 要知道和菜头还并没有进入内院 年纪也不过才17岁而已 除了和菜头之外 八名混导系内院弟子中 也有一位六级混导师 也算是那八人之首 严少哲院长宣布解散 各自休息后 这位六级混导师学长 立刻向霍宇号 和菜头招了招手 示意他们过去 师兄第二人对视一眼 快步上前 学长有什么吩咐 两人同时恭敬地 向这位六级混导师学长行礼 这位学长对二人的态度 显然是十分满意的 面带微笑地道 两位学弟用不住这么拘谨 大家都是自己人 只不过以前没在内院见过你们 能够参加这次学员交流 看来你们都是很有天赋了 菜头 你是番语老师的弟子吧 我没记错的话 哦 对了 我叫叶小胜 你们叫我圣哥就行了 圣哥 霍宇号 和菜头再次恭敬地叫了一声 叶小胜满意地点了点头 道 正所谓是无头不行 咱们都是使来客出来的人 这次到明德堂去学习 可是难得的机会 咱们肩上也有很重的任务 以后有什么情况 你们可以找我来商量 和菜头一脸笑容地道 谢谢圣哥 学长有什么需要吩咐我们做的 也尽管吩咐 叶小胜原本还有点担心 和菜头抢了自己学员中的统治地位 此时短暂的交谈之后 他不禁放心了许多 不过他显然也不会去为难和菜头什么 人家也是六级魂导师 而且还是带队老师翻语的清传弟子 只要和菜头不影响他的领导地位就行了 吩咐可说不上 菜头兄弟不必客气 赶了一天路 你们哥俩也赶快去休息吧 说完 叶小胜向他们摆了摆手 扭头走了 和菜头 霍宇号师兄弟二人相视一笑 各自回房间休息去了 史莱克学院和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 是第二天上午 一大早 众学员就已经收拾停档 在颜绍哲和翻语的带领下 来到了位于枫叶城中央的枫叶广场 霍宇号很快就看到了熟人 两年不见 校红尘 孟红尘兄妹都明显长大了许多 年龄已经有17岁的他们看上去 和成人也没有太大区别了 兄妹二人站在日月皇家魂导师 学院队伍的最前面 令霍宇号惊讶的是 明德堂堂主静红尘竟然亲自来了 带队老师则是上次带领日月皇家魂导师学 愿参加大赛的那位马老师 也就是明德堂首席 马如龙的亲爷爷 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 这次确实是下定了决心 不但校红尘兄妹来了 在全部十名学员中 霍宇号还看到三个 都是上一次参加大赛的 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预备队员 静红尘看上去倒是放心得很 双方在枫叶广场中央碰面 校红尘兄妹的目光 一下就找到了站在队伍后面的霍宇号 当校红尘看到霍宇号胸口上的 三级魂导师徽章时 不禁撇了撇嘴 同时 向霍宇号递出一个 充满挑衅味道的眼神 在上届大赛最关键的一战中 输给霍宇号和王东 校红尘兄妹一直耿耿于怀 在他们看来 那次的失利并不是他们修为不如 而是对于霍宇号二人的认识不够 再加上那时校红尘的伤势 确实是太过沉重 即使是输掉了比赛 在校红尘眼中 霍宇号也不是和他同一级别的存在 他的目标是马小桃 戴要衡那样的魂帝级强者 静红尘披笑肉不笑地向严少哲道 严院长 你好 没想到今天是严院长亲自出马 看来贵学院对这次交流活动 还是很重视的嘛 严少哲是什么人 他内心的腹黑绝不比静红尘差 脸上也是带着和煦的微笑 红尘堂主 你不也是亲自来了吗 上次红尘堂主 到我们史莱克学院做客 没能尽尽地主之意 实在是失礼了 对于这个静红尘 严少哲心中有着滔天恨意 虽然没有证据 但马小桃的出走 有很大可能是这家伙做了手脚 静红尘的面部肌肉 明显抽出了一下 上次海神阁的经历 在他的记忆中实在是太深刻了 一件九级魂倒气啊 就那么落在了史莱克学院手中 而且连他布置的 几件九级定装魂倒气 都被史莱克学院弄了去 可谓是损失惨重 严少哲这明显是在接商吧 听说 跪学院的穆老已经先去了 严院长 您可要节哀啊 哎 当日一见尽成永别 真是可惜了 在我见过的封号斗罗之中 穆老确实是最强大 也是最值得尊敬的一位 严少哲也是脸色一寒 穆老的死对他的打击很大 静红尘这分明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索性撕下了脸上的伪装 淡淡的道 红尘院长 我们也不要再说这些没阴阳的话了 既然之前已经约定 那现在我们就交换学员吧 我代表史莱克学院五魂系 欢迎贵学院学员前来学习